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療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是的 袁醫生 最近我又在網上看到一段文章 都幾發人心醒的 我告訴你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篇文章的內容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 如果一張木造的桌子壞了 我們用木頭去修補 如果牆是用磚做的 我們要用磚頭去修補 但是如果人的身體壞了的時候 是要用什麼方法去處理呢 現實就是大家都是拿些藥來補 難道我們的身體是藥造成的嗎 在報道裏面 北國協和醫院一年的收入就有1700億元 嘩 營業都嚇死人了 一個月1700億 1700億 一元 每個月就1400億 每個月都成百多億 一天都4.5億 只有一間醫院 一間北京協和醫院 一間醫院 一天的醫院 每天1400億的收入 好了 這樣國外的人 就嘲笑中國人 都喜歡把錢去送醫院 但就不肯把錢提前自己保健 這是一個很赤裸裸的現實 現代的人真的活反了 買一個鐵框框的鞋做車 每天就去抹一下 每個星期又打蠟 走了五千公里 就要去保養一下 都頗細心的 康護備致 現在有些什麼 嚇死了 心痛死了 但對於自己身體 這個血肉之軀的車 最豪華 最應該保養的車 但就不保養了 不清除裡面的毒素 只知道就是加滿了油 就扔行油門 狂奔去公路上面 加油總是加一些劣質的油 不是漂亮的油 亦不喜歡管那些氣喉 無論那條路多髒 等於我們在街上行的 空氣多污染 水多污染 食物多污染 風吹雨打 都不斷走出去了 一開就十幾年 八十幾十年 從來都不保養 亦都不維修 休息呢 都是在外財上面的休息 譬如 這是講人 人 人 人呢 用什麼油呢 用最劣質的油 例如地溝油 垃圾油 所以這個是講人 對大陸中國 對大陸 對汽車的保養 對自己的汽車 對自己的汽車 接著講人 就出現這些問題 不管氣喉 如何髒也好 空氣污染 水污染 全部都不理 風雨無阻 一開就十幾年 做到死 從來不保養 從來不保養 即使休息呢 都是 宋促的狀態 如何休息呢 消遣就是 玩通宵麻雀 唱棋 宵夜 這些 好了 直到呢 走到有一天 半腦死火了 才去檢查 原來就發現了 如果以汽車的角度 那個書油管就老化了 即使好像我們的動物硬化 那個油路就阻塞 有個心梗 腦梗 發動機的工作失常 有些空悶 氣短 心路失常 那個桌盆的那個失靈 開始就是 老人癡呆 老中風 或者是個腦梗死了 接著就直接送去那個 汽車的維修廠 即是醫院 將自己一生辛苦賺來的錢 乖乖地送給那些父母 還要送去醫院 就央及父母 子女 有時還要把你拆到七零八落 即是有些器官說不行 又要切 再加一些不屬於自己的 那些金屬的材料 或者是別人的器官 即是做移植等等 之後不久就宣布 就是 為了對自己和家人的負責 為了一個世界美好 一定要好好地看護自己 請聽最近最火爆的一句說話 就是 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身體 因為身體中的所有零件 都是很貴的 而且很難再找得對 另外一個賠件 這個就是在最近網上 你看看這些都是應該在中國大陸的網上流出來的資料 其實是很正確的 真的要大家反省一番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 平均下 一般95%的人是會病死的 而80%的人 最後一兩年是傾家蕩產 即將那些錢都用在醫療費用上 而60%的家庭 到家人有病 就要出去借錢籌錢 或者眾籌去醫病 這就是現在中國大陸的現實 所以政府當然都體會到這個問題 就開始推動保健 這個項目 是 除了西醫 中醫之外 另外第三條路 就是健康的產業 健康的事業 這件事其實是很嚴厲的問題 幾年前我亦都在網上看到一個節目 是一個電視節目 是一個外國的節目 我記得在那個節目裡面 有幾位醫生講述 他說很多人的醫療費用 通常是用在最後的 臨死的兩個星期 其實他說差不多百分之三十的醫療費用 就是最後在最後去搶救 他們自己的經驗 其實這些錢是浪費的 在那時候用這些錢是沒什麼意思的 現在我們看到中國的資料 不單止是百分之三十 其實令到很多家庭 很多人是破產的 破產之後才去死賣 很明顯 如果中國的賭博 如果不好好地去正視這個問題 真正想到一個能夠解決的方法 中國的所謂的財富 人民那麼辛苦 國家然後最近經濟的發展 所聚積來的財富 其實都是會浪費的 我前一陣子 我好像都有 好像都在網上看到的資料 可能都跟大家分享過 數據可能我都 我記得大概 他說中國的國家的收入 不知道每年是十七萬億 但是醫療費用差不多 是三點四萬億的 這位的講者 在很短的片段裡面 看到這些數據 所以你看到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根本都不明白健康的道理 簡單來說 剛才這句話已經說了 我們試問一下 我們的身體是誰做出來的 我們的寶寶一出生的時候 是吃什麼東西呢 我們的身體不折不扣 是食物的營養裏面做出來的 就算胎兒都是媽媽的食物的營養製造這個寶寶 寶寶一出生就開始喝奶的時候 奶都是食物的營養 其實我們身體 所有的每一個部分 每一個細胞母器官 其實都是由營養 食物的營養 蛋白質 脂肪 吞水化合物 維生素 抗物鹽 其實主要是這些物質做出來的 所以用回你最基本的常理去想想 當你身體有問題的時候 需要維修 應該用什麼物料去維修呢 當然最合理 差不多可以說是唯一有機會成功的 都是用回食物裡面的營養 我通常和病人都盡量花點時間 令他們了解健康的道理 因為如果他們不明白這個道理 就算我可以幫他處理了目前的問題 將來他都不會懂得找回一個正確的方法 令自己繼續健康 接下來我會講到另外一個道理 這是你接受 相信大家聽眾都會接受 不是那麼難明白的 所以說是common sense的常理 沒錯 我講到另外一個事實 你知不知道 現在我們所用的所謂西藥 通常是所謂專利的 鑽殺專利的西藥 其實它是什麼物質 其實他們一定要符合一個原則 才可以成為這種專利的西藥 是什麼原則呢 他們是一定不能夠天然的 明白嗎 不能夠天然的物質 不能夠在自然界自然存在的 是 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你可以把天然的物質 去成為專利的 即是在理論上 你可以把水都成為你的專利的物質 即將來你用的時候 就要給專利費 所以我們的法律 雖然很多很多問題 很多破綻 但這個基本道理 我們法律都明白的 所以在法律上 在所有的現時在一般人 即所謂註冊的西藥 專利的西藥 它一定要符合這個 不能夠天然的原則 好了 任何的物質不天然的 即是在地球上 從來沒有自然出現過 更加沒有在我們身體自然出現過 好了 這種物質在醫學上 在科學上 就有一個名稱去形容它的 它們屬於一種叫做 生命的義物 Xenobiotic X-E-N-O Xeno Xeno Xeno就是 foreign 就是義物 Biotic Biotic就是biology 就是生命的意思 即是生命的義物 好了 那你試一試想一下 你可不可能 用一些生命的義物的物質 是塞進我們的身體 是令我們的身體 是康復真正的健康呢 嗯 這個真是不可以 不可能的事 是的 不可能的事 所以你一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 你要知道可以解釋到 為何今時今日的現在的醫療系統 所有國家 大部份的國家 採用這些所謂用 非天然的化學藥物去 主要治療工具 是全部破產的 因為他們只會把病情所謂控制 所謂控制 但那個真正的病 是最終從來都不會根治得到的 嗯 好了 我再講一個簡單的道理 給我病人 當時都解釋給你聽 其實現在的醫療制度是怎樣呢 現在這個醫療制度是需要病人 嗯 不單止病人 當然病人 病人就是有病的人 是的 如果當一個人的病 是徹底醫好了 那 醫生就 那醫生就怎樣呢 沒有生意 沒有病人 沒有得吃 整個醫療體系裏 是需要一些人繼續病 記住繼續病 因為你病了 他才有生意 是 如果你的人是沒有病 就好了 他是沒有生意的 好了 那你自己用一個最簡單的商量 你想想 在這種這樣的機制 這種這樣的制度之下 有沒有可能 他們就很積極 很想辦法 是幫你找一種方法 是令到你不會病 不會再病 而且病得很快 好了 是 他做了之後 即時他們沒有生意 即時他們就沒得吃 即時他們就沒有收入 是 好了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事實來的 是吧 好了 用你的常理想想 在這種這樣的 現在我們以經濟為主 金錢至上的社會環境之下 我們是 可不可能是依賴 我們目前的所謂醫療制度之下的 從業員 來想到辦法 找到我們令我們健康呢 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為跟他們本身的工作 是有很大的矛盾 他們追求的東西 是高收入的 是吧 直接是有衝突的 所以我跟大家再講 如果在這種 你明白這個道理 你要了解到 如果我們要健康 是不能夠靠建制之下的制度 幫得到你的 無論什麼醫療都好 是 OK 你們一定要靠自己 想辦法保護自己 當然最簡單的 最簡單 最省錢的方法 是令自己不要病 做多些保健 是吧 當你有急症的時候 心臟病發的時候 其實現在的 我以前跟你分享過 五波會死的 入醫院和在家裡 都一樣 都是五波的 其實最重要 就是你可以長期懂得保養 將你的資源 擠在自己健康的保養身上 令到你 攔住你去醫院的圖端 其實保養就是這個意思 令到你不會進入醫院 阻止你 還有 保養 令到我們可以 安享我們人生的路程 周圍的環境 可以慢慢享受 所以 你重不重視他 有沒有這個軟件 就要看你自己的智慧 是吧 沒錯 好 聽了剛才袁醫生說了一些 關於我們怎樣去健康之道的時候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我們會繼續 我們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要健康必要明白健康之道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今天的題目就是 要健康必要明白健康之道 完結生療休息之前 您就說了身體是甚麼構造 現在現時在西醫的角度 或者一般人的角度看 就是以為病都是由細菌、病毒引起的 當然有些意外受傷、冬傷、撞傷 那些都會是一些原因 但是其實在自然醫療的角度裡面 真正令到我們病的原因是甚麼呢 首先呢 一般現在我們所謂對抗流行醫療 或者叫做流行醫療conventional medicine 有些人形容傳統醫療 其實他們不是傳統的 傳統醫療是自然醫療的 傳統醫療是幾百年前幾年前的歷史 而是我用的所有的流行醫療 其實正確的病的稱號屬於對抗性醫療 Allopathic medicine 是對抗性醫療的 很簡單 一踢對抗 其實他們用的手法都是抗炎、止痛、對付燒、止摸、止摸 全是對付症狀 所以簡稱來說是Allopathic medicine 即是對抗性醫療 在對抗性醫療的醫療的哲學 就是人是一個很複雜的機器 有時候當機器出現問題 他就想辦法對付他的表證下的症狀為主 病例當然是細菌、病毒 或者身體的某些荷爾蒙 或者化學成分過多或過少 譬如糖尿病就像糖尿哥哥 甲醬師、甲抗就是甲醬腺素太高 他也是在這種觀點之下 他們就想辦法對付他們表面見到的病徵 在自然醫療裡面 就認為人是一種治療自己的力量 喜歡所謂用氣 當我們的身體受到刺激、衝擊 他就出現了條理 簡單來說 你吃錯東西 你身體第一個反應是怎樣呢 當然是想趕他出去 吐他先 最快吐 未下去之前 在胃上還可以休息 吐 入了腸就吐不了 然後入了腸之後 三十多呎的腸 到下面 唯有想辦法向下面 把腸帶走 你看到沒多久便會吐 當你的鼻孔受到某種刺激 你的身體很多時候 即時反應就是噴出來 打一次 遲了 可能還有一部份 還沒噴出來 入了我的身體 鼻孔的孔 我就會用水沖出來 流鼻水 流鼻水 或者滲出來 還有一些還沒清光 入了喉嚨氣管 我們怎樣呢 咳它 製造一些颱風 噴出來 我們受傷 我們會覺得 起碼即時的現象就是 我們會受傷 部位會痛 會發炎 發炎 即是說它會生氣 會腫 會腫 以及不能動 我們身體 當它有整體性的感染 我們通常會用什麼手法 對付它呢 發燒 如果你明白 其實在自然醫療 認為這些病徵症 其實不是你的病 只是你的身體 遇到刺激 而需要作出一個調整 所以你想想 如果我們用現時的 對抗性醫療的手法 將它止癢 止癢 止咳 止咳 收鼻水 消炎 止痛 退消 其實是做什麼呢 其實是跟身體 自己的防護機制 是跟它對抗的 你知道嗎 這是阻止我們的身體 是企圖將這些問題 放走它 所以在自然醫療 我們用的手法 通常是不會去抗衡症 症狀 只不過是幫助身體 用一些天然的工具 包括食物 或者天然的草藥 來幫助同類療法 這個最高級的工具 是令到我們的身體 是將它的問題 是幫助它 是加速加強 來解決了它 這個是自然醫療的 醫療態度的哲理 好了 那講回了 是的 我們那個 在自然醫療裡面 引發病的那些原因 我知道第一個 就是講一些負面的情緒 其實真真正正會導致我們那個 剛才我們看過那個 就是在現時的對抗症醫療 細菌病毒 因為它往往在病的 發生的地點 有時候你會看到這些微生物出現 所以它會看到 你看看 這個就是患病的地方 位置 看這些細菌在那個身體 是可以檢查出來的 但是這個細菌在病位 看到 是否代表它是導致這個病 真正的原兇呢 我給我一個簡單的例子 在我們公路上面 有每當交通以外 你會往往是會見到什麼 見到一些救傷車在那裡 是 是 那你往往你見到 就是你見到那個 有救傷車在那裡 那你會不會作出結論 那個意外是救傷車引起呢 是不是 那好了 其實呢 為什麼這些細菌病毒 微生物呢 往往出現那個 所謂那個患病的現場呢 其實呢 這些這樣的細菌病毒呢 其實主要是在那裡做什麼事呢 它是扮演一個青豆腐的角色的 它是想將那些受傷啊 死了那些殘骸呢 是把它是化解了它的 所以你看一下地球呢 是發生什麼災難之後呢 怎樣瘟疫之後呢 往往呢 很多的死屍啊 都會慢慢消失了 那為什麼會消失呢 就是那些菌 那些微生物 是把它化解成最基本的元素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 不是他們的 它不是真正的那個病因 所以你偶然是當他們是一個兇手 而想用抗生素來殺它 那當然病毒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效藥啦 那唯有用抗生素啦 是 希望不要 就是所謂叫做那個 就是隨機的病毒啦 病菌呢 細菌呢 就隨便殺掉它 那所以他們呢 只是用這些這樣的殺抗 就是用抗生素對付它們的 那好了 那看看這個呢 結果呢 就能看到呢 全人類呢 是病呢 只會越來越多 抗菌的細菌呢 越來越厲害 那講回呢 其實什麼導致我們那個 真正治病的原因呢 有九大原因的 由一講到第九 一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是什麼原因呢 一個就是那個消極的異烈 是的 那很多人呢 都觀察到 整人都說 為什麼你病啊 那我的病人 整天都會說 哎呀我最近壓力很大 那當然呢 工作壓力啦 可能家庭的糾紛壓力啦 那就是他都知道的 就是有些情緒上的事情呢 是令到他們呢 是很悶悶 很不開心 那他都知道是壓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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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事實上呢 我們都研究發現呢 包括一億八十五的癌症的病人呢 其實呢 都過去一生裡面呢 都經歷過這些這樣的情意結的 就是他有些事情呢 是屈了他 就是他化解不了 這個是很傷身體的 那所以說呢 是最主要導致人的病的 第一個原因呢 是消極的意念 所謂壓力 情緒壓力 精神上壓力 第二呢 就是疫苗了 OK 是疫苗了 那現在的小朋友呢 自從七零現代 全世界全面性的打疫苗 那你看到呢 現在的小孩子呢 是比我們的小孩子 在香港的時候呢 是健康是差很多的 不要說那個自閉症啦 自閉症 就是突然之間是高到嚇死人的 那以前我的數據是一百五十幾個有一個 那最近聽到啦 看到呢 一百三十幾個 香港是全世界最高 一百二十七個有一個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幾準確呢 那但是 很明顯呢 現在那個自閉症這個問題呢 是很普遍的 那在我們的診所裡面呢 自閉症的小朋友很多的 我們都需要呢 多了很多 現在都多了很多這類的病人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新兵仔很多些敏感啦 嗯 整天就是 很小時候就皮膚敏感 出生之後濕產 跟著呢 又被敏感 鼻息了 呼吸不到氣 這些很常見 那當然呢 再嚴重一點呢 新兵仔的癌症也都多了 剛剛今早就在娛樂新聞裡看到 香港某一位的明星媽媽 就是幫她的大女 她有兩個女 她的大女 是本身有那個癲癇症 但是已經兩年沒有發作 就是跟她一打了一個流感針呢 就立即發作 是 還要去到很嚴重 你立即入醫院啊 是 那在外國呢 這些資料呢 是都 這些這樣的報道的資料 是越來越多的 那最近呢 大家可能都有機會 在傳媒呢 就聽到呢 就有一個 有一個 電影 一個 一個紀錄片 是叫做Vax Vax 那其實呢 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紀錄片呢 是 是 是講及關於疫苗的問題 和那個自閉症的關係的 那當然呢 在外國呢 你看到呢 是被打壓得很厲害的 那當時呢 那個 荷里活影星 羅伯 羅伯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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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制的壓力呢 是不讓它播放的 那當然呢 這個消息呢 是令到這個電影呢 是更加受人關注的 那結果呢 這個電影呢 是被一間公司 買了它 那這間是一間電影發行公司來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很希望呢 將來呢 將來呢 香港的人呢 有機會真真正定看得到啦 那還有呢 這個化行公司呢 將來呢 會將這個電影呢 在大陸呢 是播放的 那好了 疫苗這個問題呢 我們都講了很多下的 那如果大家想再收聽多些 除了我們的節目呢 我曾經在卓飛的那個 那個MJ13呢 是 它那個電視的網台來的 是 都講了是 兩個小時 還有還有圖片介紹的 那所以呢 讓大家去聽 去收睇呢 是容易明白的 那MJ13呢 我相信你一上網 打MJ13 它都可以的 那只不過 有少少費用啦 可能幾十元 給你看 給你去看 三個月這樣這樣 其實是很值得的 那在那個MJ13呢 也都講過幾輯啦 那包括 除了那個疫苗的問題啦 那個大麻的真相啦 同類療法是什麼醫療啦 還有一講 一般治療醫療的政治的 那都要講成四輯 每輯成兩個小時 那很多朋友呢 都在那邊聽了之後呢 就認識我們的 那他們這個MJ13好處呢 它是一個電視的節目 一個電視的網台 就不是我們呢 是電台 就是聽就看不到很多畫面的 是 是 那在那裡呢 大家可以去進一步 可以了解多些 關於疫苗的問題啦 好了 第三 第三就是 抗生素 抗生素 OK 那大家都聽到 抗生素呢 是越來越用得很多的 是很濫用的 而最後導致什麼問題呢 抗藥性的菌是越來越多了 是 那有一種說法呢 今時今日呢 如果你去做手術呢 是很危險的 是 因為呢 當你的身體傷殘之下 受到所謂的感染 那其實都是 就是那些細菌幫你 執殺辣殺的 是 你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抗生素 可以處理得到的 那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導致到現在中國呢 政府呢 就是禁止醫生濫用抗生素 就是有了規限呢 他們是不可以亂用的 為什麼抗生素被濫用呢 因為抗生素呢 曾幾何時呢 是一個救命的篩藥來的 就是培植出來的一種的物質來的 那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就 現在呢 很可惜了 抗生素除了醫療上濫用 在那個動物的治療 養魚的魚塘裏面 動物的治療呢 其實呢 都大量放了很多抗生素 差不多 它的用量差不多是 多於一般醫生開的那麼多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是避無可避的 是 我們吃一般的食物 不是有機的食物裏面呢 很大機會呢 我們不斷吃了這些抗生素的 好了 抗生素對我們的身體有什麼事呢 它是殺菌的嘛 是吧 但是殺菌 抗生素是不會選來殺的 它是不會的 它就是有理沒有理 所有遇到的菌都是殺殺殺殺 但是我知道呢 我身體的腸道裏面呢 是有很多很多菌的 有些說有成四磅那麼多的菌 而這些菌的數字呢 有五百多種 是 還有四磅重 還有呢 它的數字呢 竟然是多於我們身體的細胞的數字來的 那為什麼我們身體無端端會 自然存在那麼多菌呢 我們看看呢 原來呢 我們身體的那個免疫球呢 免疫淋巴 免疫的製造呢 在什麼呢 大部份在我們腸那裡 在腸那裡 三十多隻的腸那裡 都可以了解到 那即是很明顯呢 我們身體的製造 製造白血球 製造免疫球 那個地方 周圍呢 是全部很多的菌在那裡 那你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常理呢 你可以推斷到呢 其實呢 這些所謂這些這樣的菌呢 其實大部份是益菌來的 這些益菌存在呢 是會保護身體的免疫系統的正常運作 任何的抗生素 將我們的身體的益菌呢 是徹底破壞了之後呢 我們的身體就是會多很多病的 即是將防護機制打開去 沒錯 那最近的說法呢 你的大腸裡面那些什麼菌呢 是決定你的身體 是什麼程度的健康的 那拍視那個Vax那一出documentary呢 那個背後呢 是一位英國的常衛科技醫生 叫做Andrew Wakefield 那他都是因為呢 就是透露出 揭露那個疫苗 還有那個自閉症的關係呢 就被人脫牌啦 被人打壓啦 是不是 搞到他身體 就是總之很多些 是抹黑 抹黑他 但是這個人呢 就厲害 就是很硬正的 他不怕強的 惡勢力 他始終呢 要將這個真相呢 是講給多些人聽 因為呢 所以當你家裡有傷殘了的小朋友 讀書不行啊 過度匯藥啊 自閉症啊 或者阿士伯伯伯伯伯伯伯啊 很多的窄囊雜女啊 這些行為呢 其實呢 都是因為我們這些的疫苗呢 是破壞我們身體的搶導 而搶導的毒素呢 進我們的腦 而導致這些那麼多的 在神經上的問題的 好 這節 剛剛聽到呢 袁醫生講了三個那個致病原因了 這節時間我們差不多 一會兒回來 我們繼續回我們今天 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要健康必要明白健康之道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在外面我們脫了一個鞋啊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這樣呢 就可以做到摺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呢 其實現在市面上呢 已經是有一些摺地器的產品呢 在我們的健康店呢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買了回去的家裡裡呢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摺地器的治療了 摺地器的產品呢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三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要健康必要明白健康之道 現在休息之前呢 我們就講及呢 最容易引起疾病的九大原因 我們就講了三個了 那麼現在第四個是什麼呢 好了 那麼第四個引發疾病的原因呢 就是令身體傾向酸性的飲食 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文明人的那個飲食的方法呢 其實呢 是主要你看到呢 是很多糖粉 很多澱粉質 白糖白鹽白麵粉那些東西 那麼也都很多呢 是那些所謂那些植物油啊 反散式脂肪啊 那麼其實呢 還有有時候呢 肉類呢 比較傾向是多的 過多的 這些這樣的食物呢 是慢慢呢 是令到我們身體呢 是呈於一個酸的狀況的 嗯 如果我們在我們身體的那些血的酸鹼呢 我們發現呢 我們那個血的酸鹼呢 是微微傾向於鹼的 是 通常呢 7.2啊 7.3啊 是傾向於微微要鹼性的 但是如果我們的食物呢 是 令到我們身體那個 裡面那個體內的那個環境 細胞 液體 淋巴 血的環境呢 是明明已經酸化呢 這個是不是一個健康的環境的 是的 那麼在我們自然醫療呢 經常都很強調啦 其實病呢 不是外來的細菌襲擊你的 病呢 是我們體內的環境 污染 或者是不健康的環境呢 是吐一些病出來的 嗯 那就是說呢 當我們身體的 我日常的飲食呢 是令到我身體呢 是酸化了之後呢 這個酸的環境呢 就會吐病的 包括是癌症 是 所以呢 為什麼呢 我和大家過去都分享過呢 為什麼呢 有些人用梳打水 可以加些糖 是可以殺菌 殺癌細胞呢 是 是 那原因就是呢 我知道呢 梳打粉梳打水呢 是鹼性的飲品的 那它呢 第一是會鹼化我們身體 第二 都發現呢 癌呢 是不喜歡鹼 不喜歡梳打水的 嗯 如果遇到梳打水呢 就會被它消耗 即它們的生存 就在一個酸性的環境裡面 就是活躍啦 如果你將它鹼化了的時候 它們就會抑制了它 甚至是生存不了 它就是一個不好的環境 就是APOCTOSIS的 那還有呢 酸的環境呢 是一個低氧的環境 嗯 那為什麼很多時候呢 用一些氧化的 養份治療呢 是可以醫治癌 醫治癌症的 是的 好了 那 第五項呢 第五項呢 就是重金屬啦 好像就是 鉛啊 那些補牙用的那些水銀 那最近我們香港呢 都是無意之間呢 發現呢 香港的食水呢 含原量呢 是一個超高了的 超高了的 超高了的 其實這個問題呢 原來呢 是外國都很常見的 不是只有香港 因為曾經的鉛呢 是一個工業上呢 我們建築上呢 是經常用的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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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是 現在那些 現在的那些燒罕物啊 水管的燒罕物呢 一定有些圓的成分的 都很難保證呢 水是滲透力很强的 把你的消汗的圆带走一些 是不奇怪的 好了 发现圆是真的有很多问题的 早期我们不知道是用了很多 原毒 严重的真的中原毒 当然症状是明显很多 人的手脚是坠了 没什么力 牙筋在牙周里 看到一些大蓝的现象 这当然是严重的 一般来说 就不会去到这样才发现 之前已经开始有些 其他的症状 还有一个就是水银 大家都知道水银是剧毒 水银可以这么说 是自然界存在的金属里面的最毒 它还有一种金属 但自然界不是那么容易见得到 一种有些放射性的种金属 但水银是自然界存在得到的 是最毒的 好了 我们就把它混合其他金属 星 小小 其他东西 Nickel 就用在口里做一种补牙材料 当然了 在医学上 牙医学 都曾经说 其实不关系的 因为它是一种合金来的 很稳定的 水银是不会走的 但是现在经过无数的研究 无数的书籍 无数牙医教授 牙医博士 病毒学家 证实 其实真的不是的 这些保牙的水银 在我们口腔里面 是不值被我们身体吸收 一直渗透到我们身体的 所以 现在你看到 他终于就承认 水银是不应该作为一个 保牙的材料 那么欧洲国家 就已经禁止了 有些北欧国家 好像已经禁止了 我知道 在加州 这个地方 也有一个警告的告示 让你知道 这个是有问题 不是这么好的 你没问题 我就先给你用 但当然 这个 现在资讯发达 很感谢互联网 所以互联网有很多坏消息 很多人被人利用 是抹黑人家 最近我刚刚听到 一个说的Facebook 或Instagram 其实是令到社会破裂的 因为很多很无聊的人 在那边是中伤人 我自己都听过 在网上中伤人 但我都不会浪费时间去看 这些是没得避免的 总之自己做自己 对的事情 尽量去做就可以了 你看到 这个水银 和鱿 是属于第五大 其实有等级的 是第五大的 第六 第六就是 喝水不足 你说不是 今时今日 我们有很多东西喝的 果汁 茶 很多饮品 有咖啡 其实人都不断喝的 不是喝东西 就问了个人 我有 每天都喝很多东西 但我现在说的是 清水 我来说清水 不是果汁 不是茶 不是咖啡 不是牛奶 就是可以说清水 这个资料 我相信 我们在网台 很多年前都说过很多集 有一位 伊朗的医生 Dr. Badmangeli 在早期 在无意之间 在监狱里面 是医了一个 胃溃羊 是什么 当时的西约 完全一点无效 他就叫 那个囚犯 喝三杯暖水 一个钟头 就完全不痛了 跟着他就做这方面的研究 最后呢 结论就是 原来大部份人民的文明病 其实都是跟他喝清水不足 记住清水不足 当然有些人说 做了治疗 例如去桑拿 之前要喝两杯水 桑拿之后喝两杯水 其实都知道 水是帮助你一种排毒的 是 所以 而很多人呢 就喝了些其他饮品 其实呢 譬如 喝了些茶 或者咖啡 那种料更多 其实那种是差不多去水 是令到身体 是更加水分不足的 好了 在Badmangeli的资料里面 他说呢 譬如 烤喘 是 查先生所说的胃固 胃固很简单 喝多点水 暖水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经验就是烤喘 我经常叫病人呢 当你的小朋友呢 有时是半天生间哮喘 发作的 是 很紧张的 入医院的 其实入医院都是做很多些事情 但是都是无谓啦 那么辛苦 又要排队 又要急症室 其实最简单呢 就是喝三杯滚水 浸水 浸热水浴 或者浸不到呢 拿那个热毛巾呢 就是濕了的热水毛巾呢 就敷一下背脊 还有呢 是闻清气 其实这些什么呢 其实你的病法呢 都是那个 喝水不足 那大家都听过了 就是我们 我们认识的 一位很出名的歌星 嗯 邓麗君 是的 邓慧根 邓麗君 邓麗君 一个真是很激烈的歌手 因为医疗知识频阀 是死在这些病 其实这些病呢 其实当时有发作的时候呢 他通常用那些再重剂的噴霧 是的 是的 那在七年年代 我已经发现了 很多时候呢 哮喘的病人呢 是死在这些药物的反作用 知道吗 本来是帮你扩张气管的 嗯 但结果呢 有时候呢 他就令到你的血管 是更加闭塞的 更加收缩 而且令到血管里面 那些黏痕呢 是多到呢 是变硬了 你根本是透不了气的 那所以呢 用错的方法呢 是会令到那些人呢 就是伤残毒 就是死亡 所以呢 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的听众 越来越多 全世界上升的 那希望呢 是我们的 带来的正确的资料呢 真的可以令到 救到你的命 那水呢 是导致很多病啦 包括老人痴癌症啦 包括腰背痛啦 很多很多的问题呢 其实呢 就喝水 一般来说 伤风或者感冒 很简单 喝多点水 喝多点水 用身体自己调理它 那你身体过了之后呢 排了之后呢 病后呢 你会更加比以前健康 你记住啊 是 你会更加比以前健康 不是只是病了之后 但是如果你用药物去按它之后呢 你的体质破坏了呢 以后呢 就越来越容易重复患病 重复患病 重复患病 为什么呢 体质被毒药破坏了 嗯 第七 第七呢 是什么呢 是精炼过的食物 那就是英文叫process food 那何谓精炼食物呢 就是我们的食物里面呢 很多些盐 提炼了 乾淨了 就变成白盐了 是 糖饭又遮糖 黄油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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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油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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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抗物然沒有了,白糖什麼都沒有,只是蔗糖的成分 問題發生在哪裡呢? 因為這些食物,真正的營養在精煉過程是被它拔走、丟掉的 剩下來是卡路利,純卡路利是沒有營養的 為什麼它們要做精煉這個步驟呢? 其實最主要是要令食物的壽命長些,擺放的時間長很多 它不會壞,不會這麼快壞 還有乾淨,美觀,如果有粗鹽你看到的 你真的買到的粗鹽,有一點點水分在這裡 為什麼呢?粗鹽的抗物鹽是會從空氣中吸收空氣的濕度、濕水分 所以令很多的鹽慢慢變得有些水 消費者覺得,哇,這麼肉酸的,不會買的 所以,它主要是令到那個美觀,還有呢,是擠耐一點 為什麼這些精煉的食物可以擠耐多一點呢? 原因就是,食物是怎樣壞的? 有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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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蟲 那為什麼它不吃蟲呢? 蟲吃都是因為誰想吸收食物的營養 為什麼這些精煉食物是不會壞呢? 因為它營養沒有到,連蟲都不想吃,明白嗎? 好了,第八 好,第八呢,就是在我們的飲水之中,裡面呢 就是加了一些氛和氯的東西 好了,大家都知道了,我們的水,就是那個水喉的水 我們喝和洗澡都經常用的 通常呢,是有加了一些特別的東西 那早年呢,就加了氯氣,為什麼呢? 因為氯氣呢,就是可以殺那些所有的微生物 那就是以前那些沙斯期間呢,經常見你拿那些漂白水 是的,是的,是的 一比九一九,其實就是氯氣而已 那氯氣呢,是一種比較便宜的,可以作為一種殺菌消毒的藥質 那氯氣呢,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個殺人武器來的 氯氣彈,你看現在的電影,都形容過的時候,它經常戴著那些面罩 因為當時是氯氣呢,是一個常用的殺人武器來的,是一種毒氣來的 好了,我們加了兩個水那裏,打算幫它消毒,殺菌 那第二呢,就是氯氣了 那氯氣呢,在我們那個官方的主流的說法呢 氯氣呢,就可以發現是可以幫我們防止蛀牙的 那蛀牙很麻煩的嘛,不如簡單單單 將這些東西,丟到那些個人都要用的東西,在水那裏 就會令到我們那個蛀牙的程度會減低 那真相是怎樣呢,真相呢,整個事是假科學做出來的 從來是沒有,當時在煉鋁廠裏面 就需要很多,有這些這樣的副產品,有這些是氯的副產品 那當然呢,它不可以就這樣丟掉它 就是它要正確地去處理,要正確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原來呢,我們發現呢,我們除了喝水裏面呢 有這兩種,這兩種毒物 那我們其實接觸呢,更多就是我們那個 在我們洗澡的時候那些皮膚,花灑也好 其實原來接觸是更加多的 那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呢,我們會盡量是要去 就是要避免它,過濾它,過濾它 唯有啦,是不是,就是你怎樣 就是那次來水有的,政府供給的水有這些問題的了 那還有盡量是不要,是用那麽多有痕乎的物質 那很多時候呢,有些牙膏呢 就以前是很強調的,加了一些乳的 現在就很強調是沒有乳的 那因為呢,這個的真相呢,是越來越多人知道了 那我最近也都看到一個資料呢 原來是一種,有人這樣說呢 除了因為當時那個女廠裏面 要將那些毒物,用那種便宜的方法來 就是處理了它 就是用那些食水的那裏 那原來最近呢,發現呢 現在為什麼很多人呢 是有很多性別的混淆的人 越來越多 就是很多同性戀啊,比較多很多的 那還有呢,是鑽性啊,比較多很多的 那最近聽到的資料,看到的資料呢 他說原來呢,是會做一些人呢 是有這種這樣的傾向的問題的 那他說呢,一般的社會呢 可能3%的人呢,有性別的混淆 或者喜歡做變性人 變性人,或者同性啊 那為什麼在泰國呢,是這麼多 他說,泰國是15%的 那我大家都知道,泰國呢 很多的所謂變性人的表演啊 那為什麼這麼多呢 原來他們呢,是15% 原來呢,他們的固呢 是用得很多的 那這個呢,詳細我都不太知道 但是呢,有這些這樣的報告呢 我最近呢,自己都收到聽得到的 是 那最後呢,第九呢 就食物環境內的化學物質 和殺蟲劑、除草劑 那一般人呢,就常常呢 就以為這個是主要原因來的 是 一般人呢,說來說去 賴了環境 是的,環境啊,除草劑啊,這些這樣的 那其實這個是排得最低的 這個不是最主要,是最低的那個 痣病的原因了 其實,再重複一次 為什麼人會病呢 第一,消極情緒 第一,第二,疫苗的問題 廣泛的疫苗注射 破壞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 第三,抗生素的濫用 令到我們身體的好的抑菌呢 是全部被它清潔了,破壞了 第四呢,酸性的食物呢 製造一個酸的環境呢 是痘病,包括癌症 那還有呢 第五呢,就是 鹽啊,和那個水銀的重金屬 令到我們身體的很多的 就是那個運作的機制呢 是受到破壞 第六呢,是飲水不足 其實大部分的病呢 百分之六十七十呢 跟我們那個身體呢 是缺水有關的 第七呢,就精煉過的食物呢 是令到我們食物裡面呢 是完全沒有營養 只吃完那些單單單純卡路律的食物 所以令到我們會癡肥 還有糖尿病 還有很多其他問題 第八呢 就是我們水裡面的 接觸的 窟和陸器呢 都是一種劇毒來的 是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殺人武器的 而最後呢 才是我們環境那方面的 好了 綜合來說呢 你要看到呢 滋病的原因呢 就是第一 情緒的毒素 疫苗的毒素 抗生毒的毒素 重金屬的毒素 水的毒素還究竟毒素 還有 原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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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所有的病呢 歸根到底是兩個主要原因 是毒素內聚 和營養不良 嗯 好好了 那這一節呢 令到我們呢 也都了解了那個 治病那個的九個原因 那這節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一會兒再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要健康必要明白健康之道 我們平時飲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 網址 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四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今天的題目就是 要健康必要明白健康之道 袁先生 之前你解釋了給我們聽 九種致病的因素 這真的很重要 令到大家聽眾 有不同的思考方面去明白 我們身體健康 究竟應該是怎樣去做 可不可以你再幫我們 再講一講一下 這裡面有什麼可以對付 我們既然很清楚了解到 這個致病的致病原因 其實我有什麼可以做呢 第一 情緒的問題 消極的意念 其實這個在某個程度上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 所謂叫智慧 或者我們的常理 是化解很多的生活上 遇到的不開心的事故 那就是說 你要提升我們的EQ OK 遇到的情況之下 就要懂得化解它 當每一個發生的問題 的逆境 當是一種的學習的機會 是不是 你沒有經歷過 你是不會學到東西的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一個人 一生是太太平平的 什麼都未經歷過 其實這個人 基本上是 是比較會很膚淺的 還有如果真的 買一塊紳士 他們是抵受不了的 與其是這樣 你不如遇到一些問題 當然我也不希望大家 遇到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但遇到的時候 就要積極的去面對它 希望從中要學到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很視乎我們那個價值觀的 就是你遇到的東西 你的價值觀是怎樣 這個就是我們 其實網上有很多很多很好的訊息 最近現在聽到很多關於那個 現在的人 就是那個人口老化 我們退休的人已經越來越多 很多的資料是說 我們一個年紀大了 退休的人應該怎樣生活 這樣 也都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那個情緒 在我自己的工作裏面 當然我看過很多很多病人 我這些病人都不是普通病的 很少很少有機會看一些很簡單的普通病 通常都是很長期的病 我自己經歷經歷了 其實很多人是因為情緒的創傷 是導致他那個心境的身體的破壞 是很長久很嚴重 是不容易脫掉的 有時候我都覺得 為什麼有時候那些人這麼看不開 是吧 傷感了 有些人可能情感的破裂 他就傷心了 是成幾年的 他做不到事情 成幾年的 什麼都沒有用心 最後慢慢康復了之後 他們很多時候以為自己康復了 但我發現 其實很多是沒有康復的 需要一個妥長的時間 是跟他們治療和開解的 是 最近身體所謂的問題 腦的情緒問題 其實是跟我們身體本身的基本狀況 的結合是很大關係的 遲些我會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些資料 是關於我們破碎的腦袋 怎樣去修補 這個都是屬於破碎的腦袋 我們下個媽媽就會同意 之後盡量提升自己的EQ 除了IQ之外 很多時候 簡單來說 其實很多時候 樂觀點看的人生 有些事情 發生了 接受了 就不要再想了 要放 還有重的 最重要是要懂得下放 懂得放手 很多的關係 是不健康的關係的 最大的問題是人們是放不掉 導致情緒壓力不斷仍然在 所以學懂得放下是很重要的 看得開些 樂觀些 因為會有更好的明天 沒錯 最重要是留得健康的身體 哪怕享受不了明天 很多人是過不了關的 在我的經驗裏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剛才所講過 85%個癌症病人 是有情意結的 我也知道 有些癌症治療癌的中心 他第一件事 就要了解你的情意結 如果他發現你的情意結不甩 是甩不了 他是不會接收的 他覺得你的病是不會好的 這是致命的原因 這是一個很確實的 因為我真的看了很多癌症病人 有些癌症病人 經常是一種恐慌的心境 經常怕癌症會復發 你做多少治療都好 他都是不會好的 所以這個是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你的心境 你的心態 如果你那裏清不了 你的病是甩不了的 這個是培養好的EQ 很多的資料 大家可以慢慢聽到 自己看到 你盡量去應用 第二就是疫苗 疫苗其實很簡單 任何的疫苗都不會打 不會打 因為沒有任何科學證實 疫苗是有效的 也沒有足夠的科學證實 所謂的流感症是有效的 所以你看到 最近我們香港有一位影視的人 他就說出這個問題 當然他肯定不是他自己作 只不過在網上傳流得到他那裏 他就跟他評價分享 這些傳流的資料是很正確的 大家希望多些去尋找 多些去了解背後的問題 所以疫苗就是 任何的疫苗千萬不要再打 因為這些是背後完全沒有科學 真真正正證實過他們 為什麼呢 身體的免疫 是不只是講抗體的 因為他經常很強調 你打疫苗 你的身體就要產生抗體了 當然有時候抗體是不持續的 不持續就再打 再補充 但我們知道身體的免疫能力 是有兩部份的 除了我們的抗體之外 還有一個細胞 就是白血球的記憶 白血球打過上去 他下一次懂得怎樣打 他就是把這個資料傳出去 所以你隨便把抗體抗體 作成一種疫苗的工具 是不足夠 也發現有些人天生是不會有抗體的 因為他天生是沒有一種 那個球蛋白 那個免疫球蛋白 他是沒有這種蛋白質的 所以他根本做不到這樣的抗體 但這些人真正患了病之後 是一樣一身免疫的 所以大家了解 其實我們很多的創的醫療知識 有一位很出名的哈佛教授曾經說 現在在醫學院所教的工具 十年之後有一半是被證錯的 所以最大的問題是 不知道哪一半是對的 不知道學到哪裏 好 第三就是抗生素 現在唯有做什麼呢 當然是無端些 千萬不要讓醫生開抗生素 吃得到肚子 在食物裏面 盡量用一些有機的食物 有機食物 當然有些人說是否真的假 這個沒辦法 這是另一個問題 始終你盡可能 盡量吃一些沒有抗生素的食物 雞什麼都好 盡量吃一些有機的 沒事的 如果是多人去採購 去光顧 這些食物就會越廣泛 和越來越便宜 我有個侄女 就在巴西住的 巴西裏面很多人 有很多有機食物的 還有有機食物的價錢 和普通食物是不差的 不貴很多 貴很少的 就是一樣的情況 如果消費者 公共問題 消費者盡量看到有機食物 盡量幫忙 當然有這樣的消路 做有機食物會越來越多 第四就是酸性食物 酸性食物主要是精煉食物 糖粉 白麵粉的食物 還有反式脂肪 當然過分的肉類 這些是導致的 我們的食物 就傾向怎樣呢 盡量吃多些蔬菜的食物 就是有一個新的食物金字塔 其實最底的那層 以前是谷類的 這是以前的藥創 食物公司製造出來的 正確應該是蔬菜類 吃多些蔬菜類 盡量吃那些葉綠的 就是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顏色 綠色、橙色、紅色、黃色 其實不同的顏色都要吃的 盡量吃些生的 吃些沙律 其實香港沒有東西的 如果你的人去用多 他就會供應多 我自己也經常去 去旁邊 去哪裏呢 去麥當勞 有些人說 為何現身要吃麥當勞 其實很簡單 麥當勞是有田園沙律的 有些Romaine 很簡單的沙律 我由28元吃到29.5元 看到我經常去吃 一碗沙律 還有它也有綠柴豆漿 豆奶 其實你都可以 沒有東西的 你去光顧 它就會供應 越多人光顧 這些有機的食物 會越多 好了 這個是食物金字卡 最低那層 第二那個 就是水果 乾果 除了有杏蒲 葱蘆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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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豆、黑色的豆、紅豆、綠豆、腰果、鷹嘴豆 全部都很重要的 多數是豆科類 不是谷類 再上一格 再上一點就縮小一點 那吃什麼呢? 有機的果仁和種子 就是阿麻子、棋子 現在棋子很多人都 市面已經多了 以前就沒有了 巴西果仁、松子果仁、杏仁 大家都知道 苦杏仁有什麼呢? 是有一種生癌的成分 少量是可以治癌的 維他命B、17Latril 早期就是由這裡提供出來 好了 核桃、松子、柚子、果仁 很多人 例如吃素的人 變成吃肉少 那怎麼辦呢? 吃多一些果仁、種子 這方面幫助他 好了 接著就是旁邊 就是有機的油 橄欖油 現在橄欖油已經被人平反了 很多好的書 你要減肥吃 喝橄欖油 老人痴呆症喝橄欖油 其實最近橄欖油已經被人平反了 最近椰子油 椰子油 椰子油 蘸椰油 蘸椰油 橄欖油 芝麻油 還有阿麻糬油 這些都很好 但我們過去用很多是那些 用那些 譬如黃豆油 那些 豆油 還有一個橄欖油 橄欖油 是基因改造的種子食物 千萬不要再鬥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有價值的東西 當然 橄欖油 最近網上看到 很多橄欖油 是混合過其他油的 所以有時候 在價錢很便宜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很多是假的 混合了 一定是要找回有機的 冷壓的 還有是 疮詐的 是的 這個起碼基本 但很可惜 現在最近網上有個資料 發現很多這些所謂有機 其實很多混合了其他油 這個沒辦法 至少會慢慢自己 留意一些 去收到這些資料 放給多些其他人知道 最頂部 當然可以吃魚、肉類 魚、肉、牛扒 其實都可以吃的 當然盡量是天然治療 這個最重要 食物方面 我們就這樣去應付它 第五是圓和水銀 第一件事 補牙就不需要 現在很多牙醫都知道 不用水銀了 但你牙裡面 還有很多水銀 需不需要拔走它 我覺得 我自己經驗 很多癌症病人 去做了這些事 其實都不是這麼大的 具體的幫助 因為大部分的水銀 原來已經沒什麼了 剩下的不是很多了 你選擇去撩開它之後 水銀就避開了 所以有它就不要再了 將來要補 補身 用一些磁性的物質 現在已經有很多這些 雖然不要這麼耐 但不要緊要 再補一次 不是貴到這麼厲害 補牙 可能以前是10年、20年 現在可能5年一次 5年再補一補 好 原來就盡量 我們自己很難發炎 在我們用水製造一個 濾水器 盡量在那方面做些事 第六個問題 就是飲水不足 很簡單 自己盡量 想有機會喝多點水 但有些人問 是不是要喝8杯水呢 我也聽過很多不同的資料 有些人說其實不需要駕駛飲8杯水 不需要駕駛飲12杯水 你只不過是除你自己的需要去喝 當然如果有些時候 你有些什麼問題 譬如有人覺得很餓 想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有些時候 你先喝點水 你試一下喝多點 因為他們會發現 很多時候口渴的感覺 是到很嚴重 你才真正出現 有些時候是完全感覺不到 但其實身體是需要水的 好了 我覺得起碼 將來你遇到任何問題 你第一件事 就不用用任何藥 才喝回一些滾水熱水 試一下 如果你身體有個需要 你慢慢口渴就會回來了 到時你就視乎你的口渴的需要去喝 就不需要強硬喝12杯水 8杯水 不是那麼需要的 好了 第七就是精練食物 很簡單 買多些完整的食物 例如白飯 就不要用白米那麼多 用紅米、黑米、糙米 煲的時候有些水多一點 變得不會那麼硬 當然有很多其他食物 還用一些完整的食物 還有一些有機的食物 盡量光顧這些 好質素的健康店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很多 譬如美國有一間很出名的 叫做whole food 很大的 上大小的 反而裡面很多垃圾 基因都有的 沒辦法 這個只能夠大家 多點留意網上的訊息 等於知道 健康的食物 有機食物 是大家要幫忙的 很多實際間那些 反而還靠得住 大那些始終要賺錢 有那些所謂那些股東的需要 所以那時候就變質的很大的 好了 那第七呢 就是那個 我們接觸的飲水 還有那個食水 筆和綠 當然啦 就是綠的 看到牙膏 千萬看有沒有綠 說到沒有綠的 你們去買 不要以為綠就是那個筆 那個水方面 我們有很多的淚水器 包括花灑 因為原來 我們洗澡接觸的綠氣 是多於我們飲水的差不多兩倍 還有很多的工具 是自己可以在健康店裡面 買一些有關的保健的工具 就是雷水器 花灑頭的雷水器 那第九呢 當然我們的食物環境 這方面是殺蟲劑 這個其實是賺得最少的 很多時候避免這些環境 很多時候那些人說 喜歡去高爾夫球場 但是我記得有些朋友 高爾夫球做過的 他們做得 用很多些殺蟲藥的 如果不是怎麼會有這麼漂亮的 那些草是不會這麼漂亮的 野生的草是很雜的 什麼都會有一點的 如果見到是很純很漂亮 通常是做過手腳的 很多的東西 我們自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裡面 就是用一些天然的那些化學物 比如很多廚房用具 洗澡房的用具 其實很多是毒器來的 很多時候更簡單一些 比如用一些白醋 做消毒 用一些梳打粉 其實是很很簡單的東西 令到你的身體 你的家的環境更加簡化 很多這些物質 還有很多這些護膚品 那些東西 其實有很多毒物在這裡 現在最近政府開始 去正視這個問題 很多天然的護膚品 天然的有機東西 儘量一句說完 儘量買一些有機的產品 還有一些簡單的 就不要買那些化學物在家裡來應用它 好 今天就真的很多謝 袁醫生 就幫我們詳細了 說了我們那個 什麼致病的原因 還有我們可以日常生活中 可以怎樣去處理 可以怎樣去預防 但是真真正正的健康之道 也都有不同的因素要素 我們要留意 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 如果想要繼續收聽關於 要明白到健康之道 健康的八大要素 我們下一集會繼續的 好 今天就多謝袁醫生 跟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跟袁醫生回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可以透過Skype 跟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了 好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